我先装这个出外口呢就要拆掉这上面这三颗螺丝然后就这样子装上去螺丝手紧就可以拉 然后这条滑腿的话我们就说这两个螺丝松掉然后就装上去的话调节一下高梯 调节完之后就把这四颗螺丝松掉然后直接装到这上面去就ok了 接定接气的提效然后我们这有条气管到时候是会拔掉的到时候就这条气管直接重新插回去 然后你的外接气管就直接插到这个头里面去就行了 然后提升机的电源就是这里有一个航空接头到时候直接一样是插进去的ok了 哦这里有一个放大气的光源到时候是站在这个位置的然后它具有有两个螺丝片可以锁的 然后到时候这个分平器的插头到时候会分开的一样是直接插上去就能用了 然后高速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压盖功能就是只有单独一个压盖功能没有分平功能的因为我们是用分平电机 然后就不用在里面开启了就在这下面开启 这一个旋钮是调速调分平轮的速度的这个是开关 就拨拨拨开关可以选拨要开合关就可以了 这个中体的拨的 啊 调风调节啊 调风调节啊 调风调节 原着 然后就是 帮你更换一个组白色的瓶子之后 我们就是说需要把这三组行盖棱 稍微松一点 就是不至于说让它行得太紧实 就把它行就行错牙了 行松了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慢吗